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道我在秋冬季节一定不会错过的甜品 山楂酱 从高中时候呢,我妈就开始做给我吃 在做法上也不断改进 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可以将山楂酱的卖相和味道结合到最佳的状态 首先把山楂洗干净,然后就开始处理它们 其实呢,做山楂酱也挺简单的 前提就是有人帮你把所有的糊都去掉了 没有人的话呢,我们还是自己做吧 像这样从中间一挤就分成两半 之后呢,再把糊和地去掉 一开始可能不太熟练 不过后来你的速度就会快很多了 而且你可以借助叉子或者筷子来把糊挑出来 而且这样手也不会疼得厉害 等山楂都处理好之后呢,就把它们放到一个盆子里 检查一下还有哪些漏网之余 之后在上面撒上冰糖 冰糖的量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喜欢偏酸的口味 所以放的冰糖就会少一些 山楂中不需要加额外的水 之后上蒸锅蒸30分钟 蒸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 用刮刀压一压就很容易压烂了 之后把它们盛到干净的容器里 放凉之后放到冰箱保存 早餐可以用来抹面包 但其实我更喜欢热着吃 在饭后来一小碗,可以当做甜品,还可以助消化 现在这个季节正好吃山楂,所以赶快试一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的观看,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